人类应该是唯一会吃别的动物的奶的生物了吧 奶原本只是哺乳动物幼崽在能够消化固体食物之前 由母体提供给幼崽的营养来源 一旦幼崽能够独立获取食物 母兽就会逐渐减少哺乳 直至完全停止 以使幼崽独立 吃奶是年幼的标签 然而对于人类而言 吃奶就没有年龄标签了 全球有超过60亿人喝牛奶 应该大半是成年人 老人也喝牛奶 有两亿多头奶牛在拼命的插奶 牛奶还没加工成酸奶 冰淇淋 奶油 黄油 奶酪等各种产品 牛奶已经成为现代人全年龄段不可或缺的食品 那么史前 人类也应该和别的哺乳动物一样 不会随便没有礼貌的喝别的动物的奶吧 所以第一个喝牛奶的人 对牛做了什么 别瞎想啊 我们合理推测一下当时的情形吧 历史上第一个尝试牛奶的人 或许是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 在河边看到了一头小牛在吃母牛的奶 他此时没有体力捕杀对方 可以想到刚出生的娃也会喝母亲的奶 于是便偷偷从后面溜了过去 趁牛不备推开小牛吸了一大口 所以从此人类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开启了人类与牛奶的不解情缘吗 其实当时的情况可能完全不是这么美好 相反甚至很可能是一个灾难现场 喝过牛乳之后 他腹如倒角 随后一泻千里 史前的人类喝牛奶的感受 可能轻则腹泻胃 重则肠胃静� 跟现在空腹喝牛奶肚子疼差不多 跟现在空腹喝牛奶肚子疼差不多 但会更剧烈 究其原因 那时候的成年人类 无法适应并消化牛乳中的乳糖 当然人奶也含有乳糖 含量比牛乳还高 乳糖是母乳中主要的碳水化合物 提供大量能量 婴儿摄入乳糖不会有事 因为婴儿时期 人体小肠壁会产生乳糖酶 但这个乳糖酶 包括史前人类在内的绝大多数哺乳动物 在断奶年龄后就停止生产了 这里的演化原理很容易理解 你都是大人了 能吃饭了 还吃什么奶呀 宝贵的奶要留给下一胎的弟弟妹妹 于是自然选择还利用细菌 对偷吃奶的成年人予以惩罚 也就是大人如果摄入牛奶 无法消化的乳糖会被肠道内的细菌迅速发酵 产生气体 引起肠被胀气以及肠道肌肉的抽搐和静卵 并导致水分向肠腔内流动 引发腹泻 但古遗传学表明 人类的祖先在缺乏代谢乳糖能力的情况下 哪怕要承受腹泻胀气静卵的痛苦 但依旧痛并坚持喝了数千年 以至直接喝出了成年人的乳糖耐受性 在短短几千年里 不同地区的人群就独自演化出了 不同的乳糖耐受遗传基因 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出现了乳糖耐受的去同演化 作为哺乳动物 人类本来只有幼崽式才需要乳糖梅 却因为成年后依旧倔强要喝奶 硬生成制造出了演化压力 把机体逼成了能持续生产乳糖梅的喝奶胜体 既然喝牛奶如此不堪 那么为什么一万年前的成年人类祖先 还要顶着疼痛硬喝呢 这个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 一万年前 人类正处于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的转型之中 在之前我的人类演化史当中讲到过 农业刚出现时 人类的营养不良率反而增加了 平均寿命也因为农业出现降低了 因为只吃穀物 无法获取足够的营养 没有蛋白质啊 定居生活也不能去捕猎不断迁徙的兽群 于是在驯化了穀物之后 人类开始驯化圈养动物 以增加营养种类 继狼成为第一个被驯化的动物之后 牛猪羊一道成为第二批被驯化的动物 他们最开始当然和种了庄稼一样 是用来吃的 但是吃肉得等牲畜长大 这肝着急吃不上 而这个牛羊猪的奶却在白白流失 虽然喝奶会腹痛甚至拉稀 但不致命啊 且奶里面不仅有乳汤 还有大量的蛋白质 在那个食物短缺的年代 忍痛喝奶确实能显著提高生存率 尤其是长身体的少年 于是少年们在父母的棍棒之下 哭着把牛奶喝了 在强行喝奶几千年后 乳汤耐受基因终于在人类个体中产生了 持有这种基因的人类个体 在成年后也会持续产生乳汤酶 加上当时人类定居和畜牧业的出现 人畜混居使得瘟疫更容易在人类社会中蔓延 科学家猜测 除了牛奶带来的营养外 瘟疫和病原体带来的生存压力 也加剧了对乳汤耐受基因的选择作用 这么说可能会清楚一点 如果古代有某个人乳汤不耐受 在健康状况下喝奶 他只会难受但不会丧命 可如果他本身就身患传染病 再喝牛奶导致消化系统异常 就很可能会威胁生命 于是在自然选择下 那些能够在成年期持续产生乳汤煤的个体 其生存率和繁殖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这就导致了乳汤耐受基因的传播 归功于祖先痛苦的坚持 现在大部分人成年后 终于可以畅饮乳制品了 为了适应牛奶 人类进化了 但进化并不彻底 对乳汤的耐受性 也未在全球范围内普及 这与族群对畜牧业的依赖度有关 比如牦牛最早于4500年前 在青藏高原被藏族人驯化 藏族人群的乳汤耐受比例 就显著高于汉族人群 然而乳汤耐受性与奶类消耗量 也未必直接相关 比如蒙古人哈萨克人等 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群体 他们的耐受基因频率也没有很高 科学家推测 或许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掌握了 乳制品的加工技术 像鲜牛奶发酵加工成酸奶 奶酪等乳制品 可以显著降低其乳汤含量 考虑到游牧生活的机动性 这不无道理 为了在运输上更加方便 游牧民会喜欢加工乳制品 而非鲜牛奶 考古学的发现也证明了 7500年前 人类就掌握了奶酪的制作工艺 这里说一下 纯酸奶只有酸味 没有甜味 喝起来也跟药一样 所以几千年的时间 对于人类演化时而言 只是短短的一瞬 人类虽然进化出了乳汤耐受性 但至今仍然有部分人乳汤不耐受 对于喝了牛奶会负账不舒服的人群来说 可以选择喝零乳汤或者低乳汤奶 然而 人类征服牛奶的斗争还没结束 如今有一部分人 即使喝零乳汤的奶 也会感到不适 问题在于 人类为适应牛奶的演化过程中 牛也在演化 如今的奶牛所产的奶 已经和史前的奶有些不一样了 关键差异在于 牛奶中的β烙蛋白 从A2型变成了A1型 牛奶里的蛋白质 以乳清蛋白和烙蛋白为主 其中烙蛋白约占80% 多种必须氨基酸 是人体获取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而烙蛋白又分为α β 等不同的类型 其中β烙蛋白又占约40% β烙蛋白还能继续细分为13种 其中以A1型和A2型最为成见 根据古遗传学研究显示 牛乳中的β烙蛋白 最终和人乳中的β烙蛋白一样 都是A2型的 但在5000到1万年前 当牛被北上带到欧洲时 部分牛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使得β烙蛋白氨基酸链上的 第67位辅氨酸被阻氨酸取代 A2型β烙蛋白就变成了A1型β烙蛋白 随后通过繁殖广泛传播 为什么牛会发生这种演化 这种突变可以为牛提供适应性优势吗 据科学家研究 这种突变对牛的生存和繁殖 没有显著的影响 也就是这种突变对牛来说是中性的 他们推测 这种演化可能就是遗传飘变 没有生存放眼牙里趋势的演化现象 被叫做基因飘变 其实就是一个偶然性 比如草原上最大的农户 肿牛一共有6只 1只有A1蛋白基因 5只有A2蛋白基因 结果草原发大水 偏偏把那5只A2冲走了 剩下的这个A1基因 就很偶然的在牛圈里壮大了 然后这个牛圈足够大了以后 又开始影响草原上的其他牛群 这个演化虽然是偶然的 但这类偶然的演化 却是必然会发生的 这个A2到A1的突变 对牛来说是中性的 但对于非要喝牛奶的人来说 却不中性 而且很不幸的是 越来越多的实验表明 这种突变是有害的 人在消化蛋白质的时候 消化酶会拿起一把剪刀 将氨基酸链 剪成很多很短的小链条 方便人体吸收 当我们喝下A1型β烙蛋白的牛奶时 消化酶一看 这个67号位不太对劲 二话不说 咔嚓就把它剪开了 这一剪 剪出了一个名为BCM-7的代谢产物 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这个BCM-7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甚至一型糖尿病和自闭症 也可能与其有正相关关系 很多医学双盲实验也发现 喝A1型β烙蛋白牛奶的人 会有更大概率发生乳糖不耐的症状 原因在于 A1型β烙蛋白会抑制乳糖没生产 BCM-7也会对消化系统 造成类似乳糖不耐的症状 而且这种不耐症 有别于乳糖带来的不耐症 对于乳糖的不耐受 更经常发生在成年人身上 A1型β烙蛋白是母乳中没有的 母乳中的烙蛋白都是A2型的 因此A1型β烙蛋白的攻击 完全是无差别AOE 老少通傻 想想看 如果一个婴儿喝了这种牛奶 产生了不适却无法表达 那多可怜啊 幸好奶牛的这种演化 和人一样也不彻底 含有相当一部分牛的基因没有突变 产出的依旧是A2型牛奶 只要用基因测序 就能精准筛选出那些只生上A2牛奶 也就是原初的十组牛奶的奶牛 让你喝牛奶喝得心安 这个新的征服牛奶的进程 已经开始了 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明确标注 不含A1型蛋白质的A2牛奶 几千年前 牛奶筛选了能够适应它的人类 而现在 人类不再需要花费千年时间 优胜略态 使身体适应牛奶的变化 而是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牛奶 对于那些每次喝完牛奶 就感觉常微在开狂欢派对 即使零乳糖也无法拯救的人群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只含A2型蛋白质的奶 如A2牛奶 养奶 骆驼奶等 也许你喝不了牛奶 是因为对A1型β落蛋白不适 而并非缺乏乳糖耐受基因 人类从素食演化到杂食 又从乳糖不耐受演化到适应牛奶 在人类的演化史中 食物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人类的牙齿 尝到了程度和形状 脑部结构 以及对乳糖酒精等物质的代谢和消化能力 对不同类型食物的味觉感知等 都反映了人类对不同食物的适应性 可以说 人类的演化史 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一部对变化食物的适应史 我们已经演化了上百万年 但直到今日 我们仍然没法跟牛奶中的乳糖 A1型β落蛋白 和小麦腹皮中的麦醇溶蛋白握手演合 而我们每天早上还要硬着头皮喝下 能让我们成为抗疫的copy 就为了成为一名敬业的打工人 未来人类还会继续演化 直到适应所有食物和所有环境吗 也就是人类还会继续演化吗 自然还在筛选我们吗 基因随机突变和随机组合 产生新的形状 然后自然选择优胜略胎 是演化的基本原理 但是因为人类在这两百年时间里 发展太迅速了 我们学会了使用化石燃料 并让廉价食物充斥整个世界 对现代人来说 获取能量变得异常轻松 我们再也不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去觅食 这在地球生命史上还是头一次 我们似乎确实脱离了自然界对我们的选择 但事实上我们的演化仍然在积蓄 只是其形式和影响因素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然选择变成了社会选择 生存竞争变成了生学生殖竞争 逝者生存变成了逝者生娃 社会结构科技进步和人类自身的观念博弈 成为了演化的新驱动力 而且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已经开始掌握自己的演化命运 200年前想要演化出对某种疾病的抗药性 那需要让不抗药的人慢慢都死掉 不抗药的基金完全消失了才行 而去年设计阿法购的团队 开发出一款叫阿法折叠的AI 预测了所有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上个月 华盛顿大学David Buck团队 利用AI设计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蛋白质 AI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 去跨越演化的障碍 直接创造出符合我们需要的生物特性 阿法弗洛的和David Buck团队的研究成果 只是这一趋势的开端 未来我们有可能通过AI设计出 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新蛋白质和酶 甚至实现对遗传基因的直接改造 从而在没有自然突变的情况下 完成有方向的进化 当然这样的社会选择并非没有代价 科技赋予我们强大能力的同时 也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公平 提出了新的要求 AI要成为有益于人类的工具 那它的使用 必须在全社会共同决策下进行 这样才能保证它的艺术 能够公平的汇集全人类 而不是加剧社会的不公 但这可能需要更大范围的革命 来改变所有制 社会制度需要根据科技水平 大胆细心的调整 这个我们以后再好好聊聊 我其实注意到了 我们以后进入地方 并非有问题 小学生的 și math 并非有问题